花莲市公所执行国中小通学步道改善工程 16号上午市长魏嘉贤前往美轮国中的后门 视察步道工程的状况 市长要求承包的厂商要坚守工程的品质 以利学童和民众行的安全 美轮国中的校长孙台玉也十分感谢市公所的用心 让全校的师生与家长都有良好的通行空间 花莲市公所向内政部营建署争取了 美轮地区国中小人行空间改善工程经费 市长魏嘉贤16号上午特别前往了美轮国中后门 来视察通学步道改善工程的实作情形 现在在美轮地区的中小学的一个人行道改善工程里面 那我们还有一个部分在东华部小的部分 东华部小部分也接近要完工的一个阶段 那我们在美轮国中这个部分 那我们可以看到也谢谢校长 然后把围墙的内缩的部分 让我们可以把人行道施作起来 那更可以保障出学童的安全 过去在人行道的部分可能只有一小段 那这次把它接起来之后 更可以让不只是学生 还有社区的长辈 还有一些用路人 都能够保障他们的人身安全 所以我们非常感谢学校端的配合 那未来我们花莲市公所 会持续在几个学校周围来检讨 看有没有改善的空间 那以保障更多孩子上下学时候的一个安全 那未来我们会陆续地来走访几个学校 来瞭解这个学校的需求 美轮国中校长升台玉 他也特别感谢花莲市公所 让师生家长还有社区民众 都可以有安全舒适的通行步道 非常谢谢这一次市公所提供给我们 学校的那个人行道的通学步道 那虽然我们学校呢 是内缩1.5米 但是我们看到呢 不仅是在我们的学童 还有社区的老人 在这个通行步道上面呢 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安全 那此外呢 我们也看到就是说 在整体上面呢 学校的围墙也重新做了一个整理 所以虽然看起来是有新旧的一个差别 但是呢 我们也非常谢谢市公所 这一次的全力协助学校 让我们校园环境能够更好 市长吴嘉杰表示 他相当重视人本环境打造 其中校园周边通学步道 更是他立促完成的目标 他会继续向中央来争取经费 在世代会的支持之下 未来要在花莲市区 逐一进行通学步道的师座工程 介统会欢迎市报道